大家好,今天是农历新年大年初六 我现在在外滩 我们今天要去陆家嘴 看一下对面的年味 那是有不巧 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是起了大风 也雾蒙蒙的 然后视线不太好 但是我想每种天气都有它的特色 我也是第一次乘坐轮渡 从浦西到浦东 所以呢也是带着很多的好奇心 我想看我视频的网友 也有很多人没有坐过 那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份好奇心 去看看如何坐上这个黄浦江的轮渡 如何到对面去看一看 欣赏一下大年初六 浦东的一个景象 坐这个轮渡很方便 只要两块钱 好,现在是船过来了 我们坐的是浙商银行冠门的这座船 对面的乘客下了 就轮到我们上了 好了,我们上船了 那我们是直接上二楼 因为视线比较好一点 也可以看一下黄浦江的一些景色 从这边也可以上 这个大厅是空的 如果人多的话会积满的点 这应该是游客比较多 好,现在可以看得到 好了,我们现在是登上了二楼 看一下两边的景色 这边是万国建筑群 而这边是黄浦江 对面就是陆家嘴 现在陆家嘴在一片烟雨蒙蒙之中 你别说,这种氛围感让人想起 范仲淹的月阳旺旗 与官夫巴林盛中在洞庭 闲远山吞长江 浩浩商商寒露寄阳 虽然说对面是高楼大厦 然后旁边也都是这种现代化的建筑 但是这种感觉仍然是有的 在这种天气 现在我们的船是离岸了 来看一下时间 是早上8点45 待会我们看一下到对岸 是什么时候 现在我们的船是离外滩 万国建筑群 越来越远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看一下跟对面的这个船 相对而行 好了 我们的船很快就靠岸了 我们乘坐的轮船 已经在缓慢的靠岸了 现在来看一下时间是多少 8点52 然后我们是8点45出发的 也就是说整个航程用了7分钟 好,我们开始下船了啊 然后就上岸了 然后就上岸了 给大家贴一下我们从金陵路渡口 然后到武东 这个是东昌路站路 轮渡口吧 他贴一下他的这个时刻表 那么好 我们现在就是三件套啊 就是陆家嘴的三件套 看一下 听口音听得出来啊 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 那我们现在是从那个渡口出来啊 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的高楼 可以看到前面的上海中心啊 就在眼前了 好了 我们马上就到这个天桥 这边是观赏陆家嘴 高大建筑很好的一个地点 好,我们看到街头啊 也洋溢着春节的气氛 这样的灯笼啊 在这边已经挂了很多 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 LED屏啊 都是现实红红喜新的颜色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东方明珠 这个钟轴的位置呢 也是摆放好了龙年的一个景观 然后天桥上面 虽然说现在是9点钟左右很早 虽然说今天降温大风还有微雨 但是来的人仍然不少 桥下面也是挂满了这个灯笼 那这边上这个桥上呢 可以直接乘坐电梯就好 直接按一个二楼就行 好了,我们出来了 这里就是视野很好的观赏 浦东陆家嘴的一个地方 那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啊 然后陆家嘴是上海的一个心脏位置 经济的心脏位置 那前面的这栋建筑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1994年正式对外开放的 塔的主体高度有350米 总高呢包括顶尖部分是468米 主体呢有三个斜筒 三个直筒 还有十一个圆筒拼装而成 可以慢慢看一下 这圆筒直筒 给大家拉近镜头看一下 这是下面最大的那个圆球 再往上一次 再往上就有点乌蒙 那这座天桥换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三件套啊 那今天天气是不太好 看不到最顶层 最前面的这一栋啊 有点菱形的这个结构 被称为是金茂大厦 它被称为是注射器啊 金茂大厦它的一个高度是420.5米 然后旁边啊在左边的这个 应该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它的层高是492米 而另外右手边的这个呢 就是上海中心 也是最高的 在地上是总共有88层 它的总高度是632米 总共有121层啊 那上海中心 那就是右手边的这个 被称为打蛋器 中间的这个呢 是被称为注射器 那左边的这个呢 是被称为开瓶器 这就是三件套 好我们到正大广场那边去看一下啊 好嘞我们进正大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外观的小朋友 这边还有外观的小朋友 一楼还有五十 好热闹啊 哇这边人好多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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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年啊 五十 在这边 好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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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啊 好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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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llapses 在大年初六这一天呢 很多地方是开市大集 今天我们很幸运的看到 政大广场里面的一个 开启的一个典礼 舞诗非常的精彩 那也借此机会 祝福大家百业兴旺 五福临门 深意兴隆 国泰宁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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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